比如說我剛剛有講到 你可以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查詢一下 然後竊道 我這邊是找竊道 你會發現 這個竊道好像跟那個什麼 跟台北市政府啊 其實也是有相通的 像我們上個禮拜有講到那個竊道 好像有一個住宅竊道 這邊有住宅竊道 那我發現這個住宅竊道 你把它點下去 它也是CSV 而且來源其實也是台北市政府 那只是差別是因為我們剛剛是按右鍵 有一個什麼呢 複製什麼網址 其實喔 在開放平台裡面它滿貼的 上面已經有個檢視資料 所以你點這邊 其實它也 你就變成說不用按右鍵 你就直接就可以找到它的網址了 其實就直接從哪裡呢 從旁邊這裡 所以政府 所以喔 這裡其實有非常多的資料喔 我是建議你可以 可以看找找看 像這邊也有股票資料喔 金融我發現這邊也滿多的 所以 如果對於那個金融方面有興趣的 我印象中好像是在 它這邊有分類吧 好像在金管會裡面 這個竊道好像把它退往前 因為我剛剛這邊有下關鍵字 它如果沒有下關鍵字的話 你可以按照哪一個機關 然後哪個縣市 甚至是哪一個主題 比如說這個是什麼 這場之前的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什麼 服務下 服務分類 其中的話有一個叫投資理財 OK 投資理財點擊進來的話 這裡面的話當然也有一大堆的相關 像股市資料 像我印象中 股市金管會管的資料 其實上面都有 好像是銀行啊 像是那個保險啊 這邊其實都有 那比如說這邊的話 就有一堆資料 其中的話你可以按照 甚至呢你可以按照這個排序 排序的話比如說瀏覽次數 大家最常看的 你可以把它再重新排列一下 這個好像不是 我看到這個 裡面可以再找一下 這個 主題部分的話 可以投資 這邊有那個 投資理財 不過現在好像連線有點慢 它出來的速度 有了 這個有了 旁後個股成交 這邊也有 CSV 所以如果要加這個 也可以的 這個是我剛剛 股市相關資料的 這邊就有了 其實檢視的話 這邊也會出現 只是說呢這個是UTF8的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連結 像你們可以找一下 剛剛我講的這個 就是 這個應該是 服務項目裡面 有個投資理財 這邊有個 盤後資訊的 個股 成交資訊 然後呢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那一樣呢 怎麼樣 把它放在這邊 後面這個GAT 主要是GAT 後面這一串 放在雙銀號裡面 貼上 然後前後記得 因為這邊好像多空白 再把它空白拿掉 OK 那如果你用CP950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它跑出來就是亂碼 那你怎麼樣讓它變 不是亂碼 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這個CP950 改成UTF1-8 OK 那有點像是我們剛剛那個 記事本裡面看到的 它的編碼方式 然後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剛剛是亂碼的 現在就不會是亂碼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把今天的那個 個股的相關最後的 應該是開盤的價錢等等 相關的 就幫我把它下載下來 如果你要看到 整個 還比較清楚的資料的話 或許你還有個方法 可以把它用Excel去開啟 開啟 開啟 但是呢你會發現 Excel亂碼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看到Excel亂碼 我看它另外的編碼方式 這邊好像沒辦法改 新版有時候會自己幫你轉碼 但是如果沒有轉碼怎麼辦 記得喔 你可以有個簡單的方法 在資料桌中顯示 一樣用記事本 所以喔 你如果要解決亂碼 我發現記事本還蠻好用的 記事本裡面就不是亂碼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另存為 它如果是UTF8 那你很簡單 只要把編碼方式 改一下 特別是喔 改成什麼 改成ANSI 也就是說呢 這個CSV檔如果亂碼 你就把它改成ANSI 再存檔 然後問你要不要取代 記得要按是 然後把這個檔案 把它關閉 關閉完之後 你再用Excel開 所以這個時候直接點兩下 剛剛呢 亂碼的部分 這個可以把上面再XX關掉 那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呢 看到的結果 就不會是亂碼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Excel裡面看就蠻清楚啦 如果你用那個拍攝裡面抓 有時候一抓下來 上面的欄位名字不見 基本上的話呢 它就會有幾個欄位 六七八九 十個欄位 那各有哪一些呢 各有包含就是說 它的這個正確的名稱 成交股 成交金 然後開盤價錢 最高最低收盤 漲跌等等 這邊就幫你列出來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就是如果我們有亂碼的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什麼 修改那個encoding的部分 所以總共有1145 這個筆資料 OK 好 那如果說呢 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如果我希望把剛剛下載的東西 幫我塞到資料庫好了 比如說哪個部分的資料 就是像我們剛剛這個 公有零售市場行情這一個 公有零售市場行情這一個 那我們剛剛知道說 它裡面總共有五個欄位的資料 所以這個也許我先打開 那如果說呢 我的需求是把這五個資料 從那個網路上抓下來之後 直接就幫我塞到資料庫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當然喔 我們可以簡單複習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做到什麼 新 有一個練習 我們是新增資料 也許你可以拿上個禮拜 的 這個 來做範本 上個禮拜的話 基本上 我們 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是讀取檔案 只要把讀取檔案 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爬蟲 有沒有 一樣嘛 所以 基本上的話呢 如果拿上個禮拜這個 拿來改的話 應該是可以行得通的 所以也許你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 開一個 假設我們這個地方開一個 新的檔案 然後這個是下載下來了 假設我這邊已經下載那個 就是資料了 OK 那再來的話我需要什麼 我可以在底下 基本上還是固定會需要幾個 第一個呢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然後建一個資料庫 然後呢並且建一個資料表 如果已經存在就幫我刪掉 所以這邊這些應該都固定的 所以這幾行 假設Ctrl C 那我先怎麼樣 先把它放在 這個的下方 這幾個H把它怎麼 把它註解 Ctrl加1 然後我們就是 底下呢 再來就是 我確定說呢 我已經可以把資料下載了 那我要把它放在我的資料庫裡面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我就把它 先 假設我這個是下載公有市場行情 就這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是 資料庫名稱 其實可以用中文的 所以我這邊可以用什麼 可以叫什麼 市場.db 假設 我就建一個市場.db的資料庫 然後再來的話呢 如果不存在的話把它做不掉 所以這兩行可以留也可以不留 然後呢 我們之前是用Member01 然後這邊的話 名稱的話 也許我叫什麼 也叫市場01也可以 OK 我印象中這個好像也可以用中文的 市場01 市場01就是 第一個table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如果它不存在的話就幫我建立 那如果存在的話 當然就把它刪掉了 重新建立 因為怕說有一些 每次如果假設你一直下載 它會一直把它放在底下 會有重複資料 那底下的話再來就是說 這邊總共有幾個欄位 總共有日期 總類 市場 品名跟平均 平均的價格 總共五個欄位 那五個欄位的話 我們要給五個欄位名稱 所以我上禮拜跟各位講過 有個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或許乾脆我們如果懶得命名的話 那我們就乾脆叫A欄 B欄 C D E OK 欄位假設欄位的形態 如果你也不想要 記太多 你乾脆全部都用TES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可以模仿上個禮拜 我是用什麼ABCDE 然後形態的話全部都TES 當然如果說你比較確定 比如說像什麼 像這邊的話 假設因為最後一個欄位 他是多少錢 而且有小數點的話 那我是建議 最後一個欄位你可以改一下 因為將來要計算的話 比較不用再轉型 所以也許可以把那個E欄的部分 改成那個數字 但數字的話有幾個型態 就是說有沒有小數點 如果沒有小數點的話 就是Integer Integer 這個的話就是 如果假如說你放的資料 不要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可以用Integer OK 所以像這個 我們看一下 這個好像顯然是有小數點的 所以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我們特別知道你可以換另外一個型態 叫做Double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那個資料庫的型態 不想記太多的話 基本上 就是記這幾種 Test 文字嘛 第二個的話整數就Integer 第三個的話 如果是有小數點就Double 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說 像這個資料裡面還有日期的話 怎麼辦 日期的話跟各位講 就是Day Time 所以像第一個欄位 假設你真的要改的話 你可以改成Day 有沒有 Day Time 它還有個型態叫Day Time 其實大概這四種型態 已經大概就夠了 如果你假設不想記太多的話 至少的話 你就記這四種 OK 比如說我們第一個欄位 是Day Time 第二個欄位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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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一個是Double 就是有小數點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已經建立好那個Table 接下來的話 後面要做什麼 可以拿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讀取資料 所以讀取資料的話 應該就是這一段 所以我們可以什麼 把那個這一段資料 把它放到這裡來 再讓它去下載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搬到這邊來 下載資料的話 基本上就是 把它復原Ctrl-1 然後後面我剛剛有改過 好像這一串吧 這邊把它改 改成剛剛的那個位置 就是這裡 右鍵 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這邊來 就是去 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開放平台 然後編碼方式 cp950 cp950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再來呢 我們就 這個也許不用print 我們就是把它寫到資料庫 那寫到資料庫 也許你可以參考上個禮拜的 再來做什麼 insert into 所以呢 上個禮拜是把它用Readerline 誒Readerline 可是跟各位講 在那個爬蟲部分 它沒有所謂的Readerline 它是怎麼樣 它是直接全部讀進來 所以呢 如果我要能夠像那個檔案一樣 把它Reader之外 還要Readerline的話 變成我需要去切割它 誒 特別是喔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跟讀檔 來比的話 稍微麻煩一點點 怎麼說 因為呢 你讀檔的話 它可以一列 就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但是呢 爬蟲不行 爬蟲的話 就反正 它全部都讀啦 讀的話 就是一個 全部的檔案 所以呢 變成說 我需要做什麼動作呢 我需要去做切割的動作 變成我要手動切割 怎麼手動切割 我拿這個來做示範 這邊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 假設 這個 按右鍵 開啟記事本 我是建議 如果這邊有那個 有一個軟體叫 Nord Pay++會更好 記事本++ 所以 建議是各位可以去下載一個軟體叫做 Nord Pay 就記事本++ 這邊有 Nord Pay++ 下載 這邊有個download 這個軟體的話 好處就是有點像是文件的造妖境 這邊有最新的 然後把它download下來 download download好了 ok 然後這邊download 把它開起來 然後install一下 那這個有點像是那個 記事本的進階版 然後有點像是文件的造妖境 馬上ok了 完成 那怎麼去使用它 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使用的方法也很簡單 直接找到檔案右鍵 剛剛呢 我們是用開啟記事本 那這邊會出現什麼 這邊有 在這裡 edded with Nord Pay++ 就不需要開這裡了 那幾個我是覺得比較好用的功能 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開起來之後 它裡面呢 基本上 好像沒有顯示一些 像空白還有換行 所以喔 我是建議你可以從檢視裡面 把那個特殊資源這邊的 所有資源 可以把它打開 這個有點像是那個文件的 這個所謂的造妖境 因為它有些隱藏起來你看不到 那如果你用Nord Pay++的話 它就可以顯示出來了 喔 跟各位 有沒有發現 剛剛沒有出現的喔 現在通通出現了 這個叫特殊 顯示所有資源 這個功能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如果有這個功能的話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就比較有輔助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後面有個CRLF 其實在那個什麼 Python裡面 其實就是什麼 反斜線N 反斜線R 的對應喔 OK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把什麼 資料在這邊切一個 這邊再切一個的話 有沒有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CRLF 去做切割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中間一樣 逗點嘛 這個有多什麼 這個就空白 所以我們需要把空白拿掉 所以呢 我們需求是 從那個第二列的資料 這個第一列不用 把它全部通通讀到 讀進來之後的話 先做切割 切割 切割的話可以用這個 所以喔 要怎麼樣切割資料 前面有講過你給我SPRIT 切完之後呢 可能要切兩次 第一次是 按照那個換行的地方切割 第二個的話 是按照豆點去切割 等於是要切兩次 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第一步先把剛剛講到的 這個 程式的也許先思考一下 下載部分 上面再先建立資料庫 建立資料表 然後把資料下載之後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資料 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